这个孩子在黑暗的通道里面走着 鲁然 他发现了一生都无法忘记的景象 瞬间呆立 艾德舰长还在交流 让凯隆星人加入联盟的事情 而手脸还是让艾德再给他们点时间 挂掉电话后的艾德舰长 却似乎意识到了异常 他说凯隆星人像是在拖延时间 像这么高度智能化的种族 居然这么久无法得出结果 凯莉说加入或者不加入 最基本的二人选择 电脑的最基本功能 这时克莱尔慌张地推门进来 他说小儿子不见了 他发现了小儿子的位置 离地表40米 并确认只有孤身一人 百图斯三人很快开始行动 他们找到了小儿子下来的通道 打着手电沿着小儿子的路向前走 小儿子这时候却走出来了 克莱尔一声惊喜地抱上去 却惊讶地发现小儿子的表情不对劲 克莱尔询问儿子出什么事了 小儿子皱眉收下没有不好的东西 随着他手指的方向 塔拉和百图斯走了进去 当手电筒照向前放 一堆泪海骨出现在两人眼中 而当塔拉再次看向前方 震惊得塔拉不由的惊火 百图斯马上联系了艾德舰长 他要通过通讯 即将图像传入飞船主屏幕 这是看不到尽头的海骨 这是无数鲜活的 生命铸铸的乱葬岗 艾德和凯莉不由的站起来 看着显示器里的画面 一众船员目瞪口呆 艾德舰长问这是什么 百图斯回答是海骨 无数探机生命的海骨 塔拉说光着附近就有50万菌之多 而石山绵延几千米 凯莉连忙开始扫描星球弟弟 而后他呆呆地说 扫描显示弟弟有更多这种诗山 艾德舰长急忙通知他们回来 而后舰长很快找到了艾萨克 他说他有些令人不安地发现 请求凯隆星给个解释 地下有11亿以上的生物体遗害 你了解这件事吗 艾萨克确说此事与你无关 艾德舰长强硬地回复我偏要管 我想知道那些人是谁又是怎么死的 艾萨克说你不会理解的 你们的冲动和不居不挠的好奇心 不会有比他们更好的下场 随着克莱尔医生的逼问 艾萨克说 凯隆星人是由一个统治这个星球的 探极生物种族创造的 可我们直接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破 我们必须消灭他们 克莱尔不可置信地说 你们杀害了一个种族吗 艾萨克说和平共处已经不可能 克莱尔医生说这是种族秘诀 我都不认识你是谁了 艾萨克轻飘飘地说事关生存 并说现在你们该明白了凯隆人 从未打算加入你们的联盟 凯利文娜我们现在是在这干什么 艾萨克沉默了 艾德舰长说 请告诉你们的族人 我车会邀请凯隆星加入联盟的提议 说着转身准备离开 但是两名士兵没了过来 他们头部打开武器对着了艾德舰长 舰长回头 艾萨克说我不能让你们就这么离开 话语间旁边两名士兵同步打开武器 艾德舰长他们被抓了 再次经过凯隆星人计算的大屏幕 艾德舰长让艾萨克命令他们解除武装 艾萨克却说你不能再命令我了 克莱尔医生不甘心地再次询问 艾萨克从登上奥威尔号就在撒谎吗 真正的任务又是什么 艾萨克说我的任务是研究人类和其他生物 不过是为了判断你们是否值得保留 克莱尔医生震惊了 首领来到说我们的创造者是很低等的生物 但是却试图限制我们的计划 而你们最终也会和其他生命体一样 艾德舰长意识到危险 联盟上前说 请你完全不用担心我们 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有联盟飞船到来 但是首领的话却给他浇了一盆冷水 首领说我们的文明在飞速发展 而星球的信息容量已经到了上限 我们必须扩张到其他星球 舰长连忙呼喊飞船离开这里 百徒斯再次呼叫舰长却没有回复 同时飞船灯光一闪再次失去动力 所有舱门和气闸被打开 凯龙人登陆了 偷顶长武器的凯龙人打开了武器 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射击 船员的抵抗毫无效果 随着一个个船员被射杀 凯龙人占领了飞船 所有试图抵抗的船员都被无情的当场射杀 随着凯龙人来到驾驶舱 埃德舰长连忙让百徒斯别反抗 而头上长武器的凯龙人则通知船员交出控制台 他们接管了飞船并破解所有安全所 随着克兰尔医生之后艾萨克巴知道的都交给他们了吧 首领通知调动全部武力设定前往地球的航线 奥威尔号缓缓升空 整个凯龙星的战争武器也跟随启动 他们随着奥威尔号同时升空 此刻一切都明了了 那些原型装置就是凯龙星的大批战舰 他们早就谋划入侵了 充满科幻改的城市在夕阳下一瞬间杀气腾腾 无数凯龙人的战舰在太空汇聚 他们整装待发 联盟 毕竟迎来大战